大家好,我是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观战关战一把加斯黑尔卡梦 已经打到国服第一了 这个大哥还是定啊 大家当时遇到记录员 记录员的话,这边带的是个金身吧 记录员如果放出前锋不带金身,真的是吃大骨头啊 我之前好像给大家也做过一期就是观战卡梦的前锋遇到记录员 这个前锋那不是一个大魔王一样 到底谁是屠夫都不知道 开局的话遇到前锋,这边都过来 抓的话应该是抓先知会最香吧 但前锋先知都放出来,在记录员搬了个啥呢 搬了个佣兵 很难想象,那这边搬了个啥 太后说搬了个慈安家,我不知道 我感觉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 这边击板子一刀,好的可以 这波记录上的话还蛮舒服的 但是有鸟没闪现 所以说这边 嗯,也不是说就一定能够快速击倒的 毕竟这些职业选手,你前期吃一刀是你这边确实 对吧,这个点抓住了 那后面我不给你这个点呢 鸟,给上 对吧 我往里面这么一翻,这波记录给你啊 哎呦,还有斗完了,这波斗 两连夜窜,应该是拉开了一个巨大的距离 那对于记录员来讲,这边抢一个窗 但是我可以跳 说实话呢,下一波 下一波你翻出来的话,这边自己跳一个窗 然后前锋保一手啊 先火球封,这个地方我觉得交颗土球会不会好一点啊 问题好像有点,问题好像有一点 就是刚才这边这颗火球其实对于那个记录员来讲意义不是特别大 那这样的话,前锋这边第一台机子还没修完 总量加起来的话,差不多是修了快三台了 快三台了 但这个节奏对于记录员来讲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精神没有交满,然后这个时候击倒第一个人,以这个人为底 就是针对这个杂技打,然后外面慢慢去封机子 我觉得这个局制度员有的打 前期的话,这个牵制时间不是特别够 不是特别够 嗯,讲道理一个杂技,我觉得可能可以牵制的更好 这边的话再穿一个洞 这边有没有抢窗,有抢窗 但是这边杂技是有火球的 看一下吧,前锋这边的话貌似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 因为确实这个位置,你现在去保,冷不定的自己倒了 然后人家把你挂上 对于这边记录员来讲,其实也能打,也能打 外面的话这边杂技再交一波球 这波的话其实在机子的一个支持之下确实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看一下前锋这边有没有想法 先蹲着,又要来了 厉害的前锋都是从背后突袭的 叮 叮了以后你不打前锋吗?不打前锋 要不然这前锋在这边还能托你 我就在这边 还好有个风 还有一点的,就记录员好像对于这个前锋的杀心不是很重嘛 杀心不是很重 他这边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个主观判断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是职业死黑 你们是最厉害的第五人格玩家 他想要保屁,他想要求稳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想法去把这个局面打开去真胜 所以他的一个眼中只有这个杂技 没有其他人 等到处理掉杂技以后我再去抓下一个人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来 我慢慢的开始能够理解的 因为刚才这边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前锋 我感觉这记录员有一点点 太过于放纵了吧 这前锋你敢在我脸上这么跳我 一个精神记录员你敢这么玩 那不弄死你 还有一点就可能对于卡梦的一个认可吧 我觉得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就是,他是最猛的 所以我这边稳着来 应该带了个底牌吧 没带底牌,这是封窗精神经到底的 刚刚没有留意啊 没带底牌,这边前锋要倒 密码机的话外面祭司也重启 哎,祭司没有重启,没有重启的话 这边能不能无效一波 密码机这边的话 穷者拉开 人先挂上 从这波挂人来看 确实啊,这记录员是求吻的来的 压根没有想要去 不特别强行的想要去增一个多 直接挂上前锋啊 然后那边封门 封不封门 封门 好,封不上门 然后这边来找先知 可以 稳 怪不得 他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后招了 刚刚我 以我那浅薄的理解 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这边对吧 哎,祭司 漂亮 这边这个大洞给打了 然后再回来看一波门 那这边没人 挂上 赢了 漂亮,漂亮,漂亮 我太浅薄 我格局太小 人家老早准备啊 后招了好吧 你压机压好了是吧 我帮你量 那这样的话先知 现在很难办啊 门是肯定开不了的 这个门是肯定开不了的 这边的话 更多的这个先知 要早就会跳地窖 因为记录员这边的话 是没有闪的 他切不了闪 能不能 跳个地窖呢 应该是个四抓了 亮亮亮亮亮 66666 哎呦 还没有多抓的心 只想保平 你再跟我开玩笑 人家老早都已经准备好了好吗 转个圈圈 转个圈圈 啊 职业撕黑 假 我 赢了 16岁 纯情萌妹 不然真假的 这应该是假的吧 啊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是感谢大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哇 哦 哦 好 你看 我 嗯 嘞 哦 是